今天有大學教授跳出來 教大家多一種新吃法 而且有益健康 我們今天做的是阿嬤酵素 阿嬤酵素就是 老祖母留給我們的智慧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家裡做 民眾在家就能DIY 把空玻璃罐用酒精 或熱水消毒硬乾後 把鳳梨片都鋪平 再倒進一層蔗糖 再疊上一層鳳梨片 重覆砂糖鋪平 我們要把有活性的地方 還是要留下來的 整個的皮都要保留下來 但是因為呢 有一些鳳梨可能會有農藥 我們並不確定它的來源 如果您的是有機的 那麼建議您 甚至連皮都可以留下來 因為皮上面帶了 非常好多的有益的菌 除了鳳梨還能鋪蘋果片 有機蘋果洗淨之後 不削皮和紫做切片 一層鳳梨片 一層砂糖 一層蘋果片 就這樣放25天 又是不同的酵素 很多很多國際上的研究 都指出發酵食品是好的 它明天開始就往下塌陷了 你整天就看到它長很多的水 還可以做中和的酵素 那做中和酵素的好處呢 是有不同的菌 今天不是在強調療餡 我是在強調健康 那帶給胃健康的原因是 它讓我們的胃的微生物上平衡 對 所以尤其生活壓力很大 職業婦女 對 對不對 每天趕著上班 又照顧小孩 對不對 那基本上這就是非常好 你就把它鬆開 每一天都鬆開一下 但是呢 再蓋子 不要讓在來聞的時候 想聞 你可以聞 但是不要吐氣 用原汁 對 原汁 然後這是什麼 我們可以 這是水 這是冰水 冰水 若是鳳梨外皮和頭尾 可以一樣化葫蘆 擺放25天變成洗碗劑 如果家裡雪草裡 會發出惡臭味 倒幾滴發酵好的天然清潔液 就能除臭 這些新方法人人都可做 蔣教授還要開班免費教授 你都學會了嗎